这个汽车的逻辑和手表很相像 就是如果你是用一种比较难的方式 去实现特别强大的功能 你就能做成奢侈品 也就是只有机械的机芯做成复杂功能 它才是奢侈型的手表 电子的功能再全再快捷再准确再全面 也做不成奢侈品 汽车也是一样的 这燃油车才能做成奢侈品 欢迎收看夏东平车 其实咱们过手一辆奢侈品 阿斯顿马丁DB12 那这阿斯顿马丁DB12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 一个DB11的升级版 因为它的平台架构没发生变化 那它针对DB11它有一些很明显的改进 主要就是中网扩大 每一个横条都采用了电镀 相较于在DB11以及在Vintage上边获得的这种市场反馈的经验来说 这一类的车型要体现出它的气势以及它的风度 这灯太小了不行 所以它采用了修饰感更强 而且样式更新 面积更大的 头灯 日间行车灯 它有六个模块 实现了一种双层的这样一个叠加的结构 看起来非常的精美 那同时呢 它在它的下眼皮有一个勾勒 这客观呢 有点像倒着的金字塔 在DB12上 它也用上了最新的阿森马丁的展翅的logo 那除此之外呢 在DB12车头上最大的变化 就是这个发动机盖 之前DB11特别标榜的一点 就是它有一个整个汽车产业界 规格最大的单体 铝合金发动机盖 但是那个发动机盖到了DB12上 回归了传统 缩小了 开口的位置 同时呢 它的发动机也做了变化 之前啊 阿森马丁是用它自研的一款V12 作为它的旗舰机型 这次呢 在DB12上 它就回到了 由AMG来为它提供的4.0升V8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属于阿森马丁定制调校 所以它现在拥有了全新设计的 突轮轴以及更大尺寸的涡轮增压器 那使它能够达到680马力的功率和800牛顿米的扭矩 能够让DB12的零百加速在3.6秒 而它的最高时速达到了每小时325公里 那在DB12我们还可以看到和车身颜色同色的前分流器 那以及呢 全新的侧裙 也是和车身完全同色的 只有车尾部的后杠总成这一块 它是继续保留着黑颜色 车高只有一米二九 连一米三都不到 整个车宽也达到了一米九三 在侧面还可以看到一点新的东西 就是它继续保留了侧面的通风孔 在这个通风孔上 打上了阿斯顿马丁的字样 车轮胎也是全新的 是米其林专门为它设计的 Pilosport S5 这个Pilosport S5后面 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清晰的后缀 AML 就是阿斯顿马丁限定 它的轮圈直径达到了21英寸 它的前胎 宽高比只有35 那到了它的后胎 就更夸张了 这个宽高比只剩下30了 整体的轮胎的宽度 达到了325 前窄后宽的轮胎 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是非常非常的大 另外还有一个特色 是全新的 就是它的一板型的后视镜 无边框后视镜 当然它其实是超窄边 这是一个整体的翼板 这个翼板能够降低风阻 并且呢 也能够为下压力提供贡献 当然轻是这台车的一个核心思想 这款车 它的车顶部 完全都是碳纤维的 它保留的 在DB11上 一个特别独特的阿顿马丁的空气动力设计 是它在C柱这个位置 有一个洞 沿着尾箱盖 一直导引 到尾箱的最末端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通风的隔山 气流会从这儿涌出来 这个东西叫锋刃导流板 它会随着你车辆行驶的速度 这个导流板会自动变化 在这儿还有一个机械式的导流板 它会在你选择运动模式 或者运动增强模式的时候 自动升起 来实现一个固定确定的下压力 那同时我还会看到 尾灯这个位置的一个很奇特的造型 这个造型它不仅仅是一个设计风格的问题 而且它还能够实现导流板 这个导流板就跟后备箱盖上 这部分的导流板相结合 才能形成整个车尾完整的导流板 就是这样那种高性能的车 它的扩散器和排气管之间 采用的是层叠式的设计 放在上面的同时 为了不让排出来的排气影响到尾部的气流 它还在上方又增加了一个翼板 它这种分层的结构很清晰很鲜明 这就是让整个车尾看起来 没有任何突兀的东西 相对于它的外部 它这内饰可以说是完全更新换代的一内饰 那你在这里看不到地标要任何影子 但是对于性能车来说 阿尊马丁还是坚守的一个 就是清凉化 所以它并没有给这些零部件仪很大的空间 仪表屏只有10.25英寸 它的中控屏也只有10.25英寸 是比较小的 那另外呢 在奢侈级的GT车型当中 这DBL2的内饰 尽管比之前的DBL1看起来要精美的多了 但是仍然显得比较的简约 它不是特别渲染材质 以及它的缝制相对来说看起来比较简单 那当你手摸上去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它就是在下面的骨架上面直接包一层皮 没有放太多的东西在里边衬 但是它还是有一些让人感觉变得更高级的地方 比方说它的BNW的音响系统 高音头啊 中置的音箱啊 它这个无线充电 我觉得挺方便 必须得批评 就是现在了 它的carplay都得插USB 不能无线 这DB12惊人的好开啊 驾驶DB12的感受是 它拥有之前阿斯顿马丁的一切美妙 却没有了简震过于强硬这个严重的困扰 最新的Bielstein DTX 智能自适应简震器解决了这个问题 它实现了按需调节 并且把可调节的阻尼响应提升了五倍 因此在平整都不佳的市区路面上乘坐 感受很平滑 它还能让不同的驾驶模式的效果充分的发挥 GT模式下温和柔软 运动模式下敏捷轻快 还有运动增强模式 赛道风格的那种迅猛强悍 这套简震尤其擅长吸收细碎颠簸 特别是运动模式 跑山的时候能把弯道前半段的搓板 吸收得很干净 让人觉得批弯的时候非常顺畅 凭借简震器强大的自适应调节能力 DBL2加粗了稳定杆 以便更强的抑制弯道当中的侧倾 这也是技术升级使本来相互矛盾的特性 都得到了显著改善的典型力的 这款车型它在路面上行驶呢 有一种感觉就是跟电动车好有一比 电动机的动力反应是非常直接的 它的动力的输出跟你的脚踏板是完全一致的输出 而马丁DB12这台车 它的转向的响应和你方向盘的动作是非常一致的 所以这车走在弯道上 你就觉得太自由了 整个这辆车不仅仅操控极为敏捷 而且车身非常平稳 阿斯特马丁十分讲究轻量化和驾驶的运动感 它惯用全铝合金车身 并且对舒适型装备和豪华型装饰 尽量从简以保证体重 所以它的驾驶操控总令人感觉十分轻盈而敏捷 恰到好处的是它做到了敏捷而不敏感 DB12前后重量分配是48比52 在机梯型超跑当中也是旗帜鲜明强调操控 这也存在一个无法兼顾的问题 由于敏捷的操控响应 需要悬挂部件之间的连接具备高刚性 也就是各种球头 衬套 以及支撑垫等等 都要有高刚性 非常的硬 就难以化解轮胎碾压路面形成的高频震动 使行驶路灶明显 变速箱也是让我觉得特别喜爱的一个地方 它变速箱总是能够很积极的保持一种运动态势 但是同时又能满足你巡航日常驾驶时候对舒适性的要求 它会非常聪明的去跟你踩刹车的速度和力度去进行匹配 如果你踩刹车的频率速度很快 它就很积极的会降档 它的转速保持在高位2750转以上的时候 你下角就是800牛米 它一直持一条6000转 就是3250万扭矩平台 常规的车型单是1750到5000 但是它是2750到6000 往上整个移了1000转 就是这车它的功率非常大 680马力 而且它的急速是325公里每小时 意味着是在你200多公里的高速行驶的情况下 你下油门它还是800牛米给你 我比较欣喜的是 它在换挡的小拨杆后边有一个手动大按钮 直接按下去之后进入到手动模式 然后用拨片换挡 无论你是不是在手动模式下 它都给你显示你当下确定在哪个挡位 即使是在D挡上跑 它也给你在仪表上显示你现在是几挡 那另外呢 你又能够感受到 它的燃油发动机动力系统所带来的这种享受 现在这是选装的碳纤维座椅 非常薄的碳纤维一壳 和身体接触的部位用了真皮包裹的软垫 我感觉我自己就好像是被镶嵌到了BB12里面 在不同的模式之下 它声浪的风格也有所不同 在GT模式下它的声浪会柔和一些 然后随着运动模式和运动增强模式 它的声浪会越来越激昂 但是它又有一个问题的不安静 它行驶的噪音是比较直接的 就是要给它传上来的 但是有BMW音响 所以这车就适合这么开 把摇滚的声音放大一点 然后用它的声音去把路灶给它压住 然后就开了 特爽 阿斯顿马丁在我看来 它就属于是奢牌车里的运动员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传统的英国骑士 也难怪啊 这007电影 把阿斯顿马丁当作官方用车 使他们之间形成了几十年的相互促进的关系 这DB12它的视觉感受 就是让你觉着它总是一身定制套装 彬彬有礼 又总是随时可以飞檐走壁 全腔并举 就是活力和干练 虽然它是一个奢侈品牌 但是你坐在里边开它的时候呢 不大会产生老钱的感觉 可能也是正是因为如此吧 它自称是Super Tour 而不是传统的GT Grand Tour 强调自己的性能和运动属性 也许会有人觉着坐在它里边 缺乏王侯级别的精美手工艺和舒适性配置 所营造出来的豪华氛围 但是电影当中英国王牌间谍跟那些王后将相 就是有着同样的差别 就是这个人他首先是一名剑客 而恰好呢 又是一位深谙风雅之道 富有财力之士 好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踢车帮指挥 爱车的你